AudioJungle 对96B主战坦克的最后几次适应性测试 相对于我国陆军的其他武器 96B型主战坦克实际上已经算是快低了 这也主要是因为技术成熟 绝大多数技术和装备都可以采用99大改上的设备 因此研发进度自然要快不少 虽然我国已经拥有了99大改和新星坦两种先进主战坦克 但96B主战坦克作为一款新军的中型主战坦克 不但能够用于装备我国南方的轻型部队 并且因为价格相对廉价 相对于新星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机械化步兵部队完全可以采用96B加新八轮步兵战车的组合 作战能力超过绝大多数普通部队 甚至比俄罗斯陆军的新一代机械化步兵旅 还要强大不少 96B主战坦克相对于99大改主战坦克 唯一的缺陷就是防护不足 在火力、机动性上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准 虽然96B的发动机只有1200马力 但96B重量仅有45吨左右 相对于1500马力弹重量高达60吨的99大改主战坦克 实际上单位功率上两者差距不达 最高速度也都超过了70千米 越野速度在50千米以上 而火力方面两者处于同一水准 均装备了先进的125毫米高膛压炮 在装、被同样三七弹的情况下 穿甲能力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准 即在2000米距离上击穿850毫米装甲 能够击穿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主战坦克 包括豹2、M1、A2等坦克均无法抗住96B的正面打击 唯一问题就是96B的火控系统远不如99大改 先进的激光质盲系统也没有装备 但在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进行改造 这也是我国在这两款坦克上 采用同样规格的原因 虽然从质量和战略投送能力来看 新青坦很明显比96B要强大不少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96B的优势就在于廉价 新青坦因为火控、电子技术和99大改 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准 所以价格并不便宜 再算上我国为其配备的先进105毫米坦克套 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技术 所以其使用成本并不比99大改低多少 新青坦作战能力基本上和96B同一水准 但重量轻出15吨左右 价格则贵出一倍以上 为了保证足够的数量 中国都必须装备大量先进的96B型主战坦克 此外介于96B和99大改之间的VT4主战坦克 已经在全球出口了数百两 仅从这方面来看 生产96B都是非常合算的 因为大批量生产同一种坦克 可以将成本降低到大量装备的地步 我国陆军需要装备超过5000辆主战坦克 96B也是必须的武器 我国陆军在坦克技术上已经超过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水准 99大改 新青坦和96B都是已经达到了国际同类型武器的先进水平 同时装备这三款主战坦克的中国陆军 仅在装甲力量上 已经算是全球第一 相对于美俄的装甲力量 我国质量和数量上都超过了不少 我国质量的主战坦克技术上都超过了不少